00后 请听题 请问以下我们常说的 生活知识具有科学依据的是 A 扔飞机的时候 哈一口气扔出去会更远 B 屋子里撑伞会长不高 C 白头发越拔越多 D 饱不洗头 饿不洗澡 其中有一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3 2 1 请想答 大王 小王 C 抢了也不知道是哪个 C 白头发越拔越多 C 白头发越拔越多 觉得这个是对的 越拔越多长满 是不是 本来一根长一头 妈妈要不要改 她说过了 你有机会留给她打击的时候 她不会就举个手 行 决定是C 白头发越拔越多 回答错误 她还不给你选的 来 另外两个家族有机会了 3 2 1 请想答 好 借此家族 我觉得B 没撑过 没撑过 那从哪听说过这样的话呢 谁在说 好像是奶奶 奶奶说的 就是更长辈一些会有这样的言论 老话嘛 回答错误 那他们还可以再抢吗 不可以了 就是直接二选一了 我二选一了 直接就A和D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D 不要 因为A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 我是我 根本飞不远 真的吗 就是你哈了跟没哈一样 反正它就落在你前面的 好的 选择了D 我们的树懒家族 回答 回答正确 正确 恭喜诱惑十分 这个D确实有科学依据 蒙姐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吃饱了洗头 会导致肠道 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缺血 有时候会产生一种 消化不良的这种现象 然后如果我们说饿着的时候 去洗澡 你知道会产生一种 低血糖的这种现象 就会有点头晕 容易晕倒 但是我们这个A呢 其实扔飞机的时候 哈一口气 纯属就是一个动作 然后觉得有点运气 图个吉利 都在哈 对 我也哈一个 白头发这个就 也是没关系的 白头发其实没有 其实白头发就是说 它是跟我们的一个生理现象 还有一个遗传现象 是比较有关系的 其实你拔了多少 它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该长多少就长多少 不会说越拔越多 这个屋子里撑伞 就应该是更没有什么 我毫无科学依据 撑伞不会影响你的身高 但是这些话呢 我们真的也是从小会听到 孩子们吃饭 有的时候剩饭 你们会说什么吗 我们家的 它发得得干净 那个碗就是舔过一样的那种 因为有一句话叫 碗尽福质 如果碗吃得特别干净的话 就证明福气到了 我们小的时候会有一个叫 一粒米不容易 农民伯伯种来的 是 所以从小其实就吃得很干净 你们俩肯定不胜饭 大王小娃 妈妈会说少吃点 别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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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这了 就是从小可能别的妈妈都会追着去吃饭 我们家从小就是说 OK了不用吃了 可以别吃了 控制饮食 对我每次都够